单上有欺负过英文的 你都给我站起来 好啊 别人承认 就全麦体受罚 诶 余思琴 你刚好不站起来 一开始影片不就你传的吗 对啊 余思琴 我们都知道是你传的 还在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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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啊 老师 你叫他站起来啦 影片就是他拍的 通通都给我去跑操场 英文 你有听到吗 我们要出门咯 英文 我来咯 妈 妈 妈 不要这样好不好 若不处理一定会越来越严重 还好啊 他们只是在玩啊 玩 都把你弄受伤害叫玩 我来 装英文同学 到前面来 班上有欺负郭英文的 都给我站起来 有可能要承认是不是 好啊 没人承认 就全麦一起受吧 诶 诶 余思琴 你刚好不站起来 一开始影片不就你传的吗 对啊 余思琴 你们都知道是你传的 还在演啊 你传的 我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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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啊 老师 你叫他站起来了 影片就是他拍的 通通都给我去跑操场 你们就是精力太旺盛太闲了 才会整天搞这些有的没的 去啊 去跑操场 运动了 你可以做点 谢谢 我 然后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文 准备好了没啊 下面要已经到餐厅咯 我们不要让人家等 英文 英文 有听到吗 我们要出门咯 英文咯 那现阶段我们也没办法判断说 这是什么样的病症 这也是解离的一种症状 就是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 不要受到伤害而启动的保护机制 那现在我们也只能先开给他 让他心情会比较轻松一点的抗忧郁剂 回去之后呢 不要让他再受到任何的刺激 就让他自己慢慢地想起来 有空就不陪陪他 孩子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才有办法康复的 要耐心 妈妈也要加油 到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中文字幕后 在这些人里面 里面的阶段 下来 是 大家 感谢观看